阿北青年阿北务实阿北真的会出事选前假民调如今假公司阿北都吃泡面配便当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 刚过65岁生日蛋糕上的蜡烛直接插在脸上两头伤 欢迎收看本周卡提诺狂新闻 第五名 现实比电影还扯 近日阿根廷一名货车司机行经半路底盘遭金属棒卡住因此报警就车挖路不挖还好 一挖下一跳没有挖出大秘宝是直接挖出220公尺长的地下隧道不止用水泥气墙 还有登记封封管道设施精美不满货工程盘金量超高 沿着走到尽头竟然还连封到银行的保险金库小偷还没开抢 就是先破过世纪大捷案卧槽牛逼纸房子看太多了是不是要不是被送过 司机发现Apps调查又可以多做一级了挖隧道还顺便抢银行 不说我还以为是赌博默示录开思的地爱地下工程小编家门口的捷运 从高中还没毕业挖到出社会七年不知道有没有200米 阿根廷隧道工程师打磨罐将排包挖只需6个月 两月台湾捷运工程进度如此牛逼早知道找来帮挖雪山隧道 顺便挖脚来台北盖捷运玩麦快都没你厉害只房子 阿根廷偏九次狂 第四名 诸死了阿北 奥运比赛如果如图巴黎再比运动台湾再比金流 同样都是竞赛咱们比的是谁最贪谁最烂 上个月有人已经羁押 如今还有两人在挣扎继任 冠民众党主席柯P赶到战场遭报做假账汉人头 公司争议沿上当过65岁生日蛋糕上的蜡烛 直接插在脸上两头烧小草 永远捍卫主席宗哥誓死相信柯P 两年前相信徐永宁结果永宁被判刑 七年四个月两个礼拜前相信高宏安 结果堵成找安判刑七年四个月 现在宗哥受访时又说 阿北青年阿北务实阿北真的会出事选 前假民调如今假公司阿北都吃泡面配便当 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党库通自己公关公司 公关公司通儿子问就是小瑕疵 想超越蓝绿就要玩心政治 第三名 两脚羊一斤多少钱 去年年底在新北板桥 有一名大车学长因想超车 一名刚买完菜的74岁两轮阿北 结果靠得太近直接把人给收了 而法官审理时发现该大车学长 去年年初才刚因过失致死服刑完毕 结果刚放出来没多久 有一年内马不停蹄又收了一颗头 还无法和家属达成和解 于是法庭在对方屡劝不改的情形下 将其重判十个月 十个月 脚编道回去看了一下记者下的标题 原来这个下场惨了是只被免弊的74岁 阿北十个月换对方74年 什么寿命精算 失过十个月阿北投胎记 受精卵也出生了 刚好可以再送他去一次轮回 原来在台湾杀人的CD比当兵还短 和解还要赔钱没和解 只要十个月到他退休前还能再杀几十个 廉价韭菜割了就割了不救死个人 哪有换脸严重才刚出来 又判十个月起码两个季度不能追翻 矮太夸张了吧 不知道台湾的大车学长是有规定 要攒及杀数还是怎样 谢谢台湾司法总是让大车学长 开得安心又放心 第二名 真的好强 为期16天的巴黎奥运即将迎来了闭幕台湾二金五同总共七面奖牌的成绩 台湾奥运首次与球男双二连霸首次连三界夺牌 选手首次体操单杠 同牌首次射击夺牌首次单界拳击三面奖牌 尤其林玉婷都是5比0完胜 致霸最后还夺得首面奥运拳击金牌 先前在亚锦赛市锦赛和亚运也都是夺冠 直接完成金牌大满贯的里程碑 根本台湾非爱不管留言嘴的多难听 赛场上老娘用拳头说话 常常5比0直接掠爆选手 跟你讲道理不听只好 跟你讲物理以行动战胜言语 暴力开局就是一个狠狠教训 玉婷真的没在流行 无论前后走位还是轮转位移 每场都是三七开中拳出 吉他三拳你头七赛场表现 根本目之内一步等级物理克 暴魔法系恭喜林玉婷夺金 第一名 YP界的龙头大佬Mr.Beast野兽先生 以慈善影片和随机大撒币闻名 后来更是直接砸钱主办真人版的鱿鱼游戏 而近期野兽先生翻了大车 而且一番就是连环车祸 一开始是因为员工兼好友Chris 思德有问题而被烧癌很巧 就跟另一个Chris一样试炼 同树式野兽先生过了一阵子之后 才发文严厉质责好友行为 表示沉默这么久 是因为在调查搜证 现在已经将人开除了 却遭人挖出Chris在骚扰未成年时 Mr.Beast分明也在同一个DC群聊当中 不可能不知情人 而这只是个开端 接下来前员工们和曾经的影片参与者 纷纷跳出来一人一锤掀起了野兽界 MeToo运动宣称没收封口费的野兽游戏 参赛者表示主办方一开始就没收参加者的药物 和内衣库十几个小时 只发放少量的水和食物导致现场 有好几个癫痫患者发作呆爆料 参赛者也被迫作在燃血的卫生棉 好几天还有男参赛者直接殴打女参赛者而没被遏制 而野兽先生就站在高台上 看住平民百姓为了争夺奖金 你死我活 直接把野兽游戏扮成饥饿游戏附近的医护人士 也证实当时有大量来自野兽游戏的严重伤患送 一后续甚至有参赛者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 而关于挑战影片的受害者 还有另一名前员工Jack表示 曾为了奖金接受一个禁闭挑战主办方一开始表示 有冰淇淋机还有超大浴缸跟度假一样 只需要待满一个月就行了结果Jack入住时才发现 是跟钢粉刷过的四面墙壁 没有做好排水的发臭大浴缸和只有超级炒和超级臭 两种模式的地域冰淇淋机关在一起居住 甚至已会延长拍摄时间为由不允许他关灯 导致他几乎一个月无法正常睡觉 不说根本二战人体实验场期间一度想退出 却遭工作人员暗示如果退出高额成本可能无法回收 然后在老兄精神快崩溃时野兽先生走进来表示 非怎么样要不要加码挑战跑马拉松 在该兄弟跑了好几个小时脚上涨满水炮后 终于撑不住宣布退出 而此时风波最大爆料者前员工DockX 则指控曾宣称影片从来不造假 还通过测谎的野兽先生影片 很多用CGI合成其有脚本和指定演员的片段 不过说真的对大部分成年的观众来说 这个爆料大概就跟说圣诞老人是假的一样 脚本片流量在我大中文圈 大概就是常规操作有脚本也不是什么大事 大家就当娱乐节目看看 大概也只有个小孩子会被骗 结果还没错 Mr.Misc就专骗小朋友 野兽先生曾在podcast中谈论到 自己的粉丝大多是小朋友 于是很多小朋友 赶紧订阅野兽先生买野兽先生的东西路上遇到野兽先生 他就会送你蓝宝间迷惑去额美金而后灭野兽先生开始直播带货 并不断以五分钟内购买就随机出幸运 而送钱吸引小朋友或狂热戏图下单直接满足非法乐透的所有要件 至于有没有人真的中奖大概就跟否希哥的签一样拳 小朋友和粉丝深信不疑拼命下单最后野兽先生也慷慨地收割了粉丝一百多万美金的收益 甚至还有一起带货的小伙伴不小心在直播上帮野兽先生在千倍抓落比像是肌肉记忆熟练的让人心疼 接着野兽先生还有别招直接支援翻拍巧克力冒险工厂开始卖针对小朋友的糖尿病 乐透大奖当然就是得到巧克力冒险工厂的参赛资格 但刚好就抽中一名百万订阅的有土博 Jimmy thank you for picking us No he didn't it was random I know but thank you 而除了大奖还有小奖野兽先生表示买他的巧克力就有机会抽到一万美金 结果有人扫了巧克力背后的QR card居然是连接到老虎鸡网站 I am absolutely picking out on the feastables and I'm trying to do this Mr.Beast is teaching us gambling minus points because there's no cool music anyway Let's gamble 而且员工方更爆料表示团队中还有一名有钱喝的真恋同犯罪者受害年龄落在一到十一岁 而野兽先生在他上进时刻意让他戴上头套 以及用他刀派行的地名Delaware作为他的代称种种迹象显示 很可能野兽先生从头到尾都知情 但还是雇用他让他出现在观众主体是小孩的频道 不过华语圈对慈善家还是有极厚的滤镜老化一句 你捐多少啊 虽然有造假的嫌疑 有诈骗的嫌疑 有鼓吹鼓博的嫌疑 有把平民当玩具的嫌疑 不过只要慈善影片不是假的 那你们这些酸民就不要整天吵吵吵 不过Doghack的大瓜目前进度只有三分之二 就看是野兽先辈的赎罪券会先用光 还是先开我雇了一千个侦探找出前员工的地址了 房新闻我们下周见